一个月就是一晚那两晚就可以了 哇 两晚 真的女孩子也没工作 一个月两晚的话那肯定是花钱就流水了 我觉得还是挺节约的 绝对那两晚 网红大哥带娃来向心 爱好赌博 败光全部家产 妄想找一个妻子当保姆 只需在家带娃做饭 当网红哥遇上月光女 会有怎样的爱情故事来到现场 未见其人 就听到了大哥的声音 男嘉宾今年三十岁 名字倒是很好记 二手车车的老板 一夜收入数十万 即使是相亲当天 大哥依旧兢兢业业工作 不愧是成功人士 因为之前网红哥沉迷赌博 花光了家中所有财产 就连妻子也和他离婚了 现如今 网红哥独自抚养着小孩 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他希望找到一个闲内住 照顾小孩的生活起鱼 在家当个家庭主妇就好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务之 在家里面给我打理好我的一切 然后呢 作为我的前女主 照顾好家里面的所有起居 万万没想到 网红哥哥提出的要求 遭到了大部分女嘉宾的拒绝 看样子 网红哥完全不受欢迎啊 幸亏红娘手中资源多 在经过几天的联系下 终于有位女嘉宾 愿意接受网红哥 女嘉宾今年29 只比大哥小一岁 家中玩具店已倒闭 目前是个无业游棉 对此哦 妹子表示没要求 只要钱到位 啥都能接受 身高和外形都不是很重要 然后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 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这样子 男女嘉宾的匹配程度还不错 很有希望在一起 为了欢迎女嘉宾 网红哥把汽友团都给叫了出来 相亲可以输 气势得到外 见面就叫庆家母 对着女嘉宾就是一顿花 这可能就是中国好队友 有了兄弟们的神助攻 女嘉宾对网红哥的印象还不错 这可是一个好开端 对工作挺热情的 还有就是 他们的亲友团也挺好的 就是挺好的 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网红哥随手掏出两万块 要带妹子吃大餐 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 小编实在是羡慕 网红哥和兄弟们的一唱一和 把大妹子逗得喜笑扬开 在餐桌上 一行人吃得十分的开心 仿佛家庭聚会一般 网红哥能否把大妹子带回家呢 网红哥相信遭遇月光族女孩 一月要花两三万 会有怎样的爱恨情仇 眼看着相亲十分的成功 这个时候 网红哥说出了一句话 让大妹子很难接受 好家伙都已经离婚了 这和前妻出去玩 大哥挺会玩啊 明义上是孩子缺乏母 但是孩子出去和母亲玩 和大哥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女人能接受自己丈夫 和前妻单独出去呢 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不对 网红哥立马表示会改正 只要和大妹子在一起 就会减少和前妻见面的次数 听到网红哥诚恳的承诺 大妹子也就没多想 本以为相亲完美结束 互相牵手回家时 大妹子却出现了新的状况 一个月用两万块钱 还叫做急约 但是大妹子没多少钱啊 之前的存款都花干净了 出来工作七八年 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每月都是月光族 这让网红哥接受不了 自己虽然赚钱多 但是也经不住这样的开销 他希望大妹子可以勤俭持家 相亲最重要的就是三观一致 消费观也是其中的一种 大妹子赚多少就花多少 万一以后出啥事 就连应急的钱财都没有 这让网红哥 如何放心把钱 交给大妹子来管理 要是不做出改变 指不定自己车行就要倒闭 看着自己一直被骂 大妹子内心很委屈 但是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红娘眼看情况不妙 赶紧出妙招 理财可以慢慢学 错过缘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网红哥一想 似乎也是这个理 决定考验一下大妹子 一百块钱 能否解决他家小孩 一天的伙食问题 从没下过厨房的大妹子 能通过网红哥的考验吗 咱们拭目以待 月光族大妹子 相信遇上土豪喝 遭遇艰难挑战 最后结果会是如何 拿着崭新的一百块钱 大妹子出发前往超市 没有牛肉 只好买猪肉 随后又买了些牛奶和水果 满怀期待见网红哥 没曾想 看到东西 大哥瞬间就变脸 这要求也真是太苛刻了 大妹子也不惯着网红哥 转头就离开现场 留下一脸猛逼的大哥 这可把红娘给难倒了 都要手牵手回家了 怎么突然就闹白了 为了让男女嘉宾在一起 红娘操碎了心 两边都要进行思想工作 不得不感叹 红娘不仅人好看 工作能力也强大 在一番劝导后 网红哥终于意识到自己太过于挑剔 就连亲友团也调侃大哥 是找老婆不是找老婆 为了马回大妹子 网红哥会做些什么呢 在红娘的配合下 大妹子来到了双方初次见面的地方 只见一行人排排站 也不知道这是要干啥 三句话 就让大妹子喜笑颜开 网红哥这是要做啥 如此的充满信心 只见网红哥和汽友团 一起唱起了情歌 虽然不好听外加上跑调 但是成功让大妹子开怀大笑 眼看效果还不错 网红哥趁热打铁进行道歉 最后大妹子也拿出了一个礼物 送给大哥的女儿 因为买菜的时候 大哥的语气太过分 也就没有拿出来 现如今他原谅了大哥 买完菜的时候没有拿回来给男嘉宾呢 因为刚刚就是有点生气嘛 现在反正你心情也好了 然后就拿出来给他吧 见到大妹子如此的贴心 网红哥内心很开心 相信大妹子一定可以照顾好女儿 经历了一个下午的了解与考验 网红哥邀请大妹子坐上了爱车 开向了幸福的远方 幸福的远方